现在是31号的晚上8点多 然后距离我东西证件和充电宝被偷已经三天了 福永派出所这边告诉我 偷我东西的小偷被供乐派出所抓到了 我现在导航去供乐派出所有12公里 因为我怎么说反正各种原因吧 我就骑单车过去省钱 现在从福永派出所出发 现在下着小雨 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变成大雨 把我淋成落汤鸡 但我就是想求一个真实的答案 现在从福永派往兴安出发 供乐派出所出发 去往供乐派出所的途中 雨越下越大了 可是我手机没有多少电 为了防止等一下我导航不到供乐派出所 所以我得淋雨才前行 没办法 这就是普通人如果想要追回 被自己被偷的物品的话 就只有这样 不然掉了就只有白掉了 人家偷了就只能算了 一个半钟 终于到了供乐派出所了 我也撕的不成样子了 赢着我 全身都不撕了 看一下多大的雨 现在10点41 然后我到了供乐派出所这边问了之后 这边今天抓了两个偷车者 但是都不是我那个案件中的人 就是偷我 行那个充电宝 护照那些证件的人 然后现在我又从这边骑车回去 还是大雨淋淋的 因为我在这边打服用 派出所的电话打通了之后 问他要找这边哪个警官 然后或者说他的警号也可以 但是服用那边 派出所不告诉我 然后就是让我又打一个电话 也是给的空号 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给的也是空号 我现在骑车又回去 现在是10点42 新夜路开始 今天是我证件被偷的第三天 现在11点 我被服用派出所忽悠到这边供乐派出所 然后那边所谓的通知这边派出所 也是通知的假的 这边派出所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并且今天只抓了两个附近的偷车者 所以并不会存在说从服用那边逃窜而来的 违法犯科的人 然后我现在要赶到凌晨两点骑车回去 因为据说值班领导是在凌晨两点下班 现在已经12点了 然后我现在骑行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回到服用派出所 我不明白明明没有抓到小偷 为什么偏要骗我 这么大雨骑到供乐派出所那边去 我太难了 我的包以及我身上全都是吃的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多大的雨 我回到了服用派出所 不过把我从头领到了脚 鞋子里面都是水 没抓到小偷 骗我过去抓到小偷了 过来找值班领导找不到 找头顺人找不到 然后白天问处理我这件事的警察找不到 说在上班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鞋子里面都是水 里面全都是水 袜子 淋这个水 鞋子里面一样 现在被淋得满身身 回来找 这个袜子